很多翠友以为粉色翡翠和紫色翡翠是一个色系的 就会觉得它属于紫罗兰翡翠的范畴 其实不然 在翡翠行业中 粉色翡翠也叫做粉彩种 它属于黑色皮的历史 它的身影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 据说慈禧太后的陪葬品当中 就有十个粉色的翡翠桃子 粉彩种翡翠有着特殊的纹理 粉色的底 白色的色带 在显微镜观察时 粉红色的部分为颗粒粗大的粒状结构 白色部分为细粒碎块 细颗粒常夹在大颗粒之间 多时半透明到不透明 并且具有玻璃光泽 白色色带越少 质地越好的粉色翡翠价值越高 相较于传统的紫罗兰翡翠 紫翡翠普遍含铁较高 含猛元素较少 难以检测出来 而粉色翡翠含铁较少 猛较多 容易检测出来 从产量来看 粉色翡翠的稀有度 要远胜于绿色翡翠 其一般只在缅甸的帕杆敞口 以及美菱角区域产出 十分稀少 就连原石都很罕见 极具收藏价值 一出现就会被迅速买空 如果翠友们有幸能够遇到 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但需要注意的是 要小心一些不良商家 用粉色的抛光粉或者染色剂 美化翡翠 这样的翡翠会对身体有害 所以呢 购买的时候 一定要认准专业证书 另外大部分的粉色翡翠 都存在肿弱的情况 其见光死的程度 比紫罗兰翡翠 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粉色翡翠虽然没有蓝紫浓艳 没有茄子的端庄 但这样的颜色 更加青春靓丽 特别适合 内心活泛的年轻女性 好的家人们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恩您的聆听 我们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